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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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彈黑屋鯉魚 吸附酸辣湯汁 配上潮天椒及青花椒增添香氣 農農民太子 挑出奶香還有淡菜蝦子做點綴 以火鍋起家的餐飲集團 靠著特色湯底 進軍酸菜魚市場 雙北第一家店 選在永和鼎西商圈 營運的考量部分 其實我們的倉庫 可以做共同食用 那一次住下一整層或一整洞 在整個租金當面 是比較好去做一個 相關的談判的一個籌碼 看看同層樓 就有自家火鍋店 以及和牛燒肉餐廳 把店開在一起 還能增加人員調度彈性 成為餐飲集團新常態 馬拉集團則在西門町的 西寧南路上開了至少 五家不同種品牌 不過都是以火鍋及燒肉為主 同集團五間餐廳全都開一起 在西門町不是首例 轉個彎來到唐吉賀德樓上 也有四家韓式料理 背後都來自同間公司 來到忠孝東路四段 也能看到兩家 同個集團的餐廳當鄰居 可以根據我 想要預約朋友過來 然後他們想要吃 什麼樣子的價位 而我們可以去做餐廳的選擇 我們的選擇就會很多 可能我今天吃這個 然後明天可能吃酸菜魚或什麼 其實還滿好的 把各種品牌開一起 增加聚客效應 各大餐飲集團也積極拓展品牌 像是網品旗下 目前就有二十七個品牌 馬拉集團有十個 逐漸則有九個品牌 所有品牌的策略 它事實上可以讓消費者 覺得一直有長先的感覺 那以及在人才運用方面來說的話 你要給它一個新的發展 譬如說讓它創造一個新的品牌 要在競爭激烈的餐飲市場做得長久 各家業者靠著多元化品牌 加上打造品牌聚落 全力衝刺營收 三地新聞 今晚林書嫌伊力亭台北新北報導